民进党团上下把所有泄密 栽到马文君委员的身上 卖台卖国跟泄密哪个重要 男赢的朋友你跳出来立庭 黄曙光如果是涉及到必要案的话 何止是要讲清楚 当然是要依法来侦办 马文君卷入前届泄密案 高检署把马文君列为他次案被告 不只自家人依旧立庭 两天前战斗篮更是全力抚航 我绝对不会被打倒 如果我被打倒 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没有公理 没有公益 马文君跟自家人取暖后就身影 而国民党则是把炮口对准黄曙光 要求潜见招结黄曙光到立院专案报告 也被指引蓝营一系列操作 是在转移焦点 眼看黄曙光成为蓝营剑靶 潜见国造一路走来 背后心酸也跟着曝光 很多人注意到黄曙光总长一人 那当然他跟台船的郑董事长 其实过去这几年 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因为每天都很紧张 而一旦受到耽误了 会不会整个台湾的整体安全的 这些整备 会不会因此就受到延误 这边已经检掉介入了 确定相信 因为黄曙光我们共事多年 他为人各方面的确是蛮受肯定的 从府院到国防部力挺黄曙光与 潜见团队辛劳 根据新新闻报导 检查总长邢泰昭 10月1号联系高检署和北检 10月1号针对潜见案召开专案会议 不排除接下来将传唤黄曙光作证 我国潜见国造攸关护台水下战力 检掉介入调查外患罪 不让潜见案存在模糊空间 夏丽雄 郭斯文 马月管太报导 大利age 能不能够 这ten